其实我们熟知的红警并不是一款单独的游戏 它只是命令与征服系列的一个子系列 和半条命系列衍生出的CS一样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红色警戒这个分支的知名度 让小伙伴们忽略了原作的名字 命令与征服 其实命令与征服系列 是游戏史上最为畅销的RTS游戏 旗下的游戏总发行量超过了3500万套 而在RTS界同等地位的帝国时代系列 总销量也仅仅是2000万套以上 红色警戒系列是由西木公司 于1996年开始发行的即时战略的游戏 第一代红色警戒在国内被玩家们习惯称之为红颈95 但是这款96年发行的游戏为什么会被称为红颈95呢 其实红颈95的真实含义是红色警戒Windows 95版 所以也不知道是谁规定的 在各个网吧里的这款游戏均被称为红颈95 最后大家就习惯这个说法啦 许多玩家似乎还会记得红颈一代不仅仅有95 还有98和2000这两个版本 这两个版本都是非官方的玩家自制MOD 并不是正统的红颈续作 红颈一仅在97年发售了两部资料片 分别为危机任务和决力逢生 增加了部分任务和地图 后续西木公司又为这款游戏添加了半官方的补兵 使得这款游戏能在新的系统上使用 就算到了发售22年后的今天 3.03版本的红颈一仍旧能够在温室系统上正常使用 游戏还在1998年推出了PlayStation版 不过由于机能限制 那个版本的效果十分感人 2008年EA正式将红颈一释放为免费游戏 供大家下载 当然啊 现在已经下载不到官方版本的了 这个版本啊 其实是不少8090后玩家的真正的童年回忆 真人演出的过场CG 在当时是非常震撼的 不过现在看来 这款游戏已经无法让新的玩家找到当年的那种感觉了 比如盟军的第一关任务流程 没看错 这就结束 反正我是看得一眼蒙地 时间到了2000年大多数玩家所熟知的红颈2终于出场 本作与帝国时代相同 基本做到了那个年代的2D RTS游戏画质的极限 完全告别了DOS时代里单调的配色 更加精致的过场CG给玩家们电影般的体验 各效率画面基本定义了那个年代玩家所能理解的最为真实残酷的现代战争 游戏中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幕应该是那个时代最为壮观的游戏场面 画质上的巨大飞跃 使得红颈2的代入感较前代有了十足的进步 在第一次通过盟军第一关后 绝对有不少玩家试图通过尽快的操纵弹亚来保住 注定会被摧毁的自由女神像 每场战役后的欢呼声配合着全军向指挥官的质疑 让每一个听到 的玩家都会有一个巨大的成就感 游戏的联机功能在本代也做得十分完善 虽然现在的IPX协议让不少今天的玩家伤透了脑筋 但是在当时 红颈的断线暂停投票踢人的这种联机模式 还是很少见的 保证联机质量的解决办法 本代的AI难度非常高 不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是很难抵过巴冷库的 当然借助地形优势出来 AI的海军才是真正的人工智障 优秀的游戏质量使得本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西木公司也在2001年推出了资料片《有理的复仇》 增强了画质 增加了新的剧情关卡 以及新的游理阵影 使得红颈系列的可玩性大大提升 同时 那个时期的游戏开放性 使得玩家们能够非常轻松的修改游戏内容 所以各路MOD纷纷涌现 其中最有名的 甚至是在国内玩家数量超过本体的 就是那款著名的共和国之灰了 其将原版红颈2中的古巴改为中国 满足了大多数玩家需要在红颈中使用中国的愿望 修改了很多数据使得游戏中的中国阵营变得十分强大 超时空突击队的模板变成了可以部署的中国步兵 除此之外 可以在水上飘着的中国矿车 可以部署的浑雄坦克 这些都是共和国之灰的代表性单位 而且共和国之灰的苏军AI是不会建造作战实验室的 这就使得很多人宣称的打得过七冷酷成为了笑谈 这里边的冷酷的真实实力还步入原本简单的敌人 同时期 Slam Mode非常多 黄石怒猴里的超时空加磁悬浮加爱国者飞办的采矿车 是龙之吼中可以在机场建造能够升空 并且放出六架飞机的真正意义上的航空母舰 Slam Mode里 中国阵营被打造的十分强大 虽然当时的我们非常喜闻乐见 乐此不疲 但是对于一款游戏来说 这些都严重的影响了游戏的平衡性 但是说到影响平衡啊 你还记得第三帝国里的那一块钱的艾瑞尔铁塔吗 不过啊 红警也有非常多的优秀的模特 比如早期的《冰临城下》和最近非常火热的《心灵终结3》 优秀的红警MOD会让你有一种玩到官方外传的感觉 游戏内的素材贴合游戏本身 不东拼西凑 没有奇奇怪怪的违反常规的设定 武器设定和威力也和价格息息相关 每个阵营都有自己独特且相互对应的兵种和科技 AI也足够强大 且让玩家看不出来正在作弊 正常进行游戏的时候 不会有莫名其妙的闪吹和暴挫 能够做好这几点啊 就是一款优秀的红警MOD 但是在红警大热的当年 大家还是喜欢那些歪歪出来的产物 《红色警戒2》这一火就是一代人的记忆 直到2008年EA推出了正统虚作《红色警戒3》 《红色警戒2》 如果这款游戏不叫《红警3》的话 那将是一款十分出色的RTS游戏 继承了前作惯有的制作精良的过场动画 竞技性很强 单位拥有了与魔兽和星际一样的技能 平衡性非常优秀 再也不是红警二连击对战中 只会出现伊拉克和英法的时代了 画面非常精致 最高画质对08年的电脑的确是一种挑战 《红警3》也确实吸引了一大批喜欢竞技RTS游戏的玩家 但是与《帝国时代3》一样 《红警3》再也无法重现《红警2》的辉煌了 并且让不少《红警2》的老玩家 嫌弃地称之为玩具盒子大作战 其实《红警》整个系列从来都不是精于竞技性 在RTS四强 星际争霸 帝国时代 红色警戒 魔兽争霸中 《红色警戒》相较于其他游戏来说 特长就是较高的娱乐性 其简单的操作让上到80下到8岁的玩家 都能够迅速地掌握游戏方式 出色的背景故事设定 以及充满趣味性与彩蛋的关卡设计 才是红警的根本 从一代的总计40个任务 加资料片38个任务开始 再到二代的共计24个任务 有理复仇12个任务 西姆公司设计的各个关卡都带有一定的解谜性质 在那个网络并不发达的年代 发现任何一个彩蛋过关方式 都要第一时间的告诉身边的小伙伴们 相同的关卡拥有多种通关方式 地图的角落里也总能够出现 等待着你拯救的友军 这也让不少玩家们第二次玩的时候 都会选择探索整个地图 一起发现更多有趣的彩蛋 多年以后 在网络上看到各种花式通关视频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感叹一声 这还能这么玩 谁能想到战役里的一头牛 那个时候的我们并不在意兵种取舍 也不在意单位的性价比 玩家们不喜欢看前期对狗 后期对犀牛这种联机模式的固定套路 我们热衷于拉着半个屏幕的天气和光灵 展开世界的碰撞 我们热衷于操控着装着聚机手的多功能步兵车 去AI家门口听动员兵的惨叫 我们更喜欢看到被超时空传送到水里的敌方坦克 无助的左看右看 我们更期待每一次河南降临时 那一片绿色的辐射污染 听到会矿主一大拨火箭飞行兵 并点成一个爱国者 听到会紧盯即将到来的直升机 听到一定是捡到基地车了 最不喜欢听到的声音 联机对战时很少会在乎真实的输赢 总会最后给小伙伴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 与电脑对战则要片甲不留 围墙都要拆得干干净净 这才是我们的童年 我们所需要的红色警戒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要说哪个版本的红色警戒最好玩 陶陶现在还是推荐大家去试试心灵中介三 真的可以称得上是红警历史上 制作最为用心的Mod 游戏挖掘机会在每周四更新 也欢迎大家和陶陶一起讨论游戏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